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周年 带来新歌《我对我》 现场手把手叫大家手之舞 真的不知道 就是有一些鼓点 他想对八千万的勇士们说 每一个人都买超专举 团长说什么就做什么 土味情话小剧场 鸡皮疙瘩的掉一滴 这道菜怎么吃最好吃 是没味道 饭圈用语猜猜猜 九龄竟然一脸懵圈 我想我的粉丝很多脚皮 可言可甜的九龄 还不赶紧follow 这一次也有出一首歌 叫《我对我》对不对 对 因为这一次收到DNF的邀请 因为他们也是非常多粉丝 十周年 然后他们觉得 因为我也在这个行业非常久 所以他们觉得我们的某一方面 在工作上面的特质还蛮像 就是很坚持 希望可以好再更好这样子 九龄现在是我们游戏的新团长 进入这个身份之后 其实很多人也会向你祈愿 所以有没有什么想对这些 就是我们游戏当中的勇士们说的话 当然希望大家许的愿望 当然你除了许愿望之后 你还要去行动 去实际的去一小步一小步的 去为自己加油 当然我是一个许愿术嘛 然后我当然希望 就是心想事成这样子 游戏它本身也是很厉害 因为它十周年 而且有很多的就是用户 所以他们说Jolene这次是多了 八千万个新的勇士粉丝 那这一次 发了我 对就是他们在游戏当中 就肯定会follow你 因为你是新团长 真的吗 是啊 所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 想要对这些 每个人都买张专辑 专辑发行的时间是在这里 每一个人一张 OK八千万个勇士 就是这一句我们的约定 团长说什么就做什么 团长说什么就做什么 在微博上有po过 关于DNF的很多造型 就是魔术师啊 弹药啊 九年载之后 会不会有什么 跟DNF的深度合作 我会把那个原味的衣服送给大家 今天访谈不能更加接地气了 因为那个魔法师 那我平常不会再穿去机场了 所以就送给大家 然后我会在下半年的时候 我知道大家很喜欢听那个日不落 好像这些勇士们都有留言嘛 所以还会再唱一遍 一遍而已不会唱两遍 唱一遍的日不落 然后希望还可以再有一些新歌给大家 新专辑的进度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 新专辑进度大家已经问我很久了 我其实有点羞愧 我们真的非常加紧脚步在做 然后我不说大话 我真的就是准备好 我一定会退出来 希望今年啦 今年 今年一定要出 想要诠释 想要讲的东西 其实都是还蛮贴近我自己的 所以我觉得是一张 很很诚实的专辑 我倒没有给自己太多的预设力 想说一定要怎么样 就是用心呈现一个好作品 但拿讲这些就顺其自然 对 可以这样理解 结论的非常好 OK 好 这一次的新专辑 会不会也有亲自做到词曲这两个方面 也有 也有 歌曲的舞曲偏多一点呢 还是情歌偏多一点 舞曲会多一些些 你用三个形容词 来简单的概括一下这张新专辑的话 会选哪三个词 因为我还没全部完成新专辑啊 大概进度有百分之八十了吗 我问的好小心啊 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会问的这么小心 历时最久的吧 历时最久的 然后 最 偶心力血 好烂的新专辑 最有趣的吧 最有趣 之前有邀哥对不对 有说 有时候阿兴是以毒不回 那现在这个事情有什么进展了吗 他非常棒的 他已经教了 我已经录完了 是有实体专辑的对吧 其实有犹豫 但是 还在跟公司讨论 怎么样让实体专辑有趣 你们家有光碟机吗 没有 但是我家有很多专辑 但是我会买专辑 那怎么听 就摆着看我都开心 所以年轻人还是会想买CD 因为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到时候在网路上跟大家讨论好了 会不会有牵授这个事情 现在有流行吗 流行啊 或者说不流行 只要是Jolin做的事情就流行起来啊 土味情话 嘴巴好甜啊你 土味情话 之前在其他的访谈中 我好像看Jolin有讲过 今天有没有准备来给大家一个 新的小炸弹炸给大家 我没有进步 我就是永远是那一局 要不要来一个 你有新货吗 我有就是 需要提前跟你分享一下吗 好 我需要 我最近有点平静 OK 知道菜怎么吃最好吃吗 怎么吃最好吃 菜怎么吃最好吃 要怎么吃 那你要说 他我要说趁热吗 不是 那是我为你吃 哇 那是我为你吃 哇 哈哈哈哈 自己说的啊 哈哈 我们两个演双簧 我们两个就是 表演的毫无默契可以 哈哈哈哈 副歌的部份就是 它其实是蛮多的 不是你们知道 就是有一些 spong点 AlaQ oked HORK 所以我常常很喜歡看我粉絲自己發揮 而且他帶著那種比我還有自信的眼神那種 我就會特別喜歡看 因為我很喜歡在台上很有幽默感 反應很快的人 我覺得很崇拜 因為我常常有時候會腦筋片空白 但是我每次看到黃柏 他就很像一個太陽一樣 特別好奇他 所以希望有機會就能做 蛋糕啊 畫畫啊 看書啊 看劇啊 ok 之前我看有在追劇 然後甚至就是以這個追劇的名義告訴大家 其實我是在忙著追劇 然後沒有來得及把專輯發得太快 對不對 沒有 其實有時候 那些創作者是催不得 因為我相信好作品值得等待 雖然有一點老套 但是在在等待過程我也得讓自己開心 織毛衣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手工的這些 也現在還會再做嗎 夏天了 所以毛衣不織了 ok 冬天再繼續織 我就是織毛衣給烏虎的 ok 對 國籍我其實蠻喜歡的 就覺得很帥啊 沒得地方踢人的時候 就可以踢教練這樣子 哈哈 之前有個話題是 Jolene的社交網絡上 啊 有提到這個神奇的蠟味機場 有附屬行動的打算嗎 沒有 因為已經有照片了 我就不用再穿了啊 對不對 大家只要有照片就覺得我有穿過 不是都是這樣嗎 哈哈 粉絲批得很好 把我推拉得很長 好 ok 所以說大家就是看看照片過過癮 就好了啊 飯圈是什麼意思 粉絲的圈子裡面 粉圈 營業 營業是什麼意思 營業就是 準備要PO文了嗎 營業的意思應該是說 就是我的IDOL有形成 哦 就是一個行動開始 營業囉 這樣子 Jolene今天有通告 所以他們在飯圈就說 就是今天 勇士們營業囉 這樣嗎 第二個摳腳 摳腳 等等等待 聯繫一下剛才這個的反應 沒有通告 是 就在那邊挖腳皮 對大概嫌到就是被大家摳腳 的時候 哈哈 我想 這是蠻形象的有沒有 我想我們的粉絲很多腳皮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有畫面感 每天都在摳腳會嗎 所以他們等 I'm sorry 所以整專輯等到 你地腳皮嗎 這個畫餅是 分割粉絲嗎 不是不是 畫餅 是 畫餅 圈本 也不是 就是告訴大家 接下來我要做的一些事情 哦 還沒有到來的事情 哦 哦 點頭如倒酸 可言可甜 這個應該簡單一些 就是說造型百變意思嗎 可以酷可以 甜美 走花路 迷路了 不是 花不是那個眼花繚亂的花 眼冒緊 愛心 也不是 他談戀愛了 這個我們倒是蠻期待的 那是什麼 走花路的意思其實是說 我的idol就是越來越好 花團景簇 和未來一片光明 嗯 等下就是微博寫下來 今天晚上更新 不要摳腳了 專輯馬上就來了對不對 對 如果剛剛做的三堂蛋糕 和假設現在已經發佈的新專輯 同時掉到了水裡 你會先撈哪一個 撈一個 會先撈哪一個 我會撈蛋糕 哈哈 現在音樂有雲端 所以我不怕 除非蛋糕已經變雲端了 我就 哦 網絡聊天的時候 Jolene會不會用自己的表情包 會會啊 會常用的是就是配什麼 漂亮的 漂亮的 比較少有自己奇怪語句的 我應該多收集一點 知道自己出道的紀念日是哪一天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呃 第一張專輯發行日嗎 是1019嗎 哎 不是 發行日其實是9月10號 所以出道今天是9月10號 9月10號 OK 團長說1019就是1019 團長說什麼就是什麼 8千萬張專輯 趕緊的 那有沒有什麼在這一年 想要特別跟大家做的一些 一起來慶祝的方式 我真心沒有特別想要慶祝 任何東西這樣子 但是20年的確 這樣講起來真的非常長時間 對於追20年的粉絲 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連我自己呢 有時候對自己偶像都可能 比較會分歧 去的 對 所以尤其是 從頭到尾都喜歡 我覺得你們很棒 很棒 不管大家未來後面怎麼樣 這是我們共同的回憶 在我需要的時候 你們都在 非常謝謝大家 沒有 我們一起拍的 我們會不會